近日,肖战在马赛机场对网友偶遇的消息引起了众多粉丝的热烈讨论 肖战作为备受瞩目的明星一直备受瞩目 这次的现身不仅让粉丝们欢呼雀跃 也让大家感叹肖战的颜值与实力依旧在线 据报道,肖战在马赛机场的偶遇发生在6月22日下午16 48,尽管照片不算高清 但肖战的帅气依然无法掩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肖战当天身边并没有出现张金和父母的身影 这引起了一些粉丝的关注 对于肖战在法国度假的情况 粉丝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些粉丝表示去年肖战几乎没有休息过 今年应该好好放松一下 而另一些粉丝则表示 没有肖战的消息让人被感思念 对他的行踪十分牵挂 不过,随着肖战即将回国 粉丝们可以期待他工作室发布的国外日常视频 真实记录了他在法国的生活点滴 让人忍惧不惊的是,有些网友表示 肖战去国外度假就像是在经历一场异地恋 让人感到不踏实 这种对肖战的深深喜爱和依赖在一定程度上 彰显了他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如果肖战真的退圈了,这些粉丝们如何是好 仅仅是短短几天的失联已经让他们如此思念 尽管肖战在国外度假 但他的颜值和身材管理依然无可挑剔 经历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后 肖战即将充满活力的回归 继续为粉丝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好消息 当然,粉丝们最期待的莫过于肖战的婚恋问题 希望他能早日完成人生大事 给大家带来更多幸福的消息 肖战在马赛机场的偶遇虽然简短 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粉丝们对于偶像的喜爱和关心与日俱增 肖战也将在未来的工作中 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期待着肖战在娱乐圈中的更多精彩表现